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响版》 作者安房侄子,翻译彭义 那天,农夫新泰戴着蓝色的帽子走在原野上 那是出家门的时候,他那能干的媳妇给他戴上去的 一顶戴细颜的布帽子 新泰的媳妇比他大三岁,非常勤劳 不过,人长得一点也不漂亮,更不会说温柔的话 这让新泰觉得没意思 要是讨另外一个老婆就好了 新泰老是这么想 新泰后背的筐子里,装着满满一筐子媒的果实 正要去镇子上卖 因为媒子多得要从筐里滚出来了 稍稍走快一点,就咕噜咕噜地掉到了地上 半腰去解,新的又滚了出来 这样重复了一次又一次,新泰累得够呛 决定在半道上的一棵大悬灵木树下歇一口气 新泰轻轻地坐到树下 小心翼翼地卸下筐子,掏出毛巾擦起汗来 啊,她想,这个时候要是能喝上一口冰凉的饮料 该有多好,甜的水果也行啊 然后就靠在悬灵木树上,看着天空发起呆来 咔哒咔哒咔哒,咔哒咔哒咔哒 似乎从哪里传来了奇妙的声音 新泰朝四周打亮了一圈 仰头看看天,然后又瞅瞅地 可是新泰的身边没有一个人 天上只有悬灵木的叶子在摇晃着 地上只有一列长长的蚂蚁 尽管如此,那个不可思议的声音 却在一个非常近的地方,响得越发清晰了 像是砸核桃的声音 又像是啄木鸟在敲树的声音 呀,那是响板 新泰叫起来 是的,千真万确,是响板的声音 学校的音乐课上 拖在手上的小小的圆圆的乐器 发出的可爱的声音 谁,到底是谁呀 新泰生气地嘟囔着 他以为是谁在嘲笑自己 新泰用力敲起树干来了 谁呀 他又吼了一嗓子 结果怎么样了呢 从刚才敲过的树里头 传来了这样的声音 咔哒咔哒咔哒 咔哒咔哒咔哒 新泰大吃一惊 哎呀,这是怎么回事 瞪远眼睛响了老半天 新泰总算是反应过来了 是谁在树里头 哈哈,是树精吧 新泰嘟囔道 树精敲响板自我陶醉了 树起耳朵 甚至听得到喝着响板跺地的声音 还不止呢 把耳朵贴到树上 好像连跳舞的人的喘息声都听得到 新泰用拳头在树上 砰砰砰地敲了三下 于是 从树里传出来一个年轻姑娘 甜美而温柔的声音 喂喂喂 新泰发出了干涩的声音 你,你是树精吗 只听树里的声音这样回答道 是的,是玄灵木姑娘 是喜欢跳舞的姑娘 我已经在树里跳了快有一百年了 不过,我跳累了 跳渴了 框子里的水果能分给我一点吗 那声音嘶哑地听上去很好听 新泰的心砰砰直跳 不,不是不能分给你一点 因为是青梅,太酸了 根本就没法这样吃 那么,咽上砂糖不就行了吗 树里的声音说 哦,那当然行了 咽上砂糖,那糖之才好喝呢 新泰表示赞成 玄灵木姑娘一边轻轻地 咔哒咔哒地敲着响板 一边说 那么,就放在这里 用你的帽子盛满放在这里 新泰照他说的 脱下蓝帽子 在里头装上满满一帽兜梅子 轻轻地放到了树下面 只听玄灵木姑娘说 回来时再顺便来一次 把帽子还给你 新泰点点头 背上筐子 又朝阵子的方向走去了 因为没有了帽子 他觉得脑袋好热啊 新泰把筐子里的梅子 全都换成了钱 用那钱喝了酒 空筐子也不知放到什么地方去了 从阵上往回走的时候 天已经黑了 玄灵木的下面 新泰的蓝帽子 像一朵刚刚绽开的大花似的 被丢在了那里 帽子里是空的 到底是怎么把里头的梅子 拿走的呢 已经听不见响板的声音了 树里头鸦雀无声 好像整片大森林 都完全隐藏了起来似的 玄灵木姑娘 新泰敲着树干 轻轻地换着 许是喝了酒的关系吧 新泰比刚才要活跃多了 玄灵木姑娘 让我听听响板吧 和我一起跳舞吧 这时 树里头冷不方 想起了方才那个姑娘的声音 做好了 做好了 甜的做好了 新泰吓了一跳 到底是什么做好了 她问 姑娘回答说 砂糖腌梅子 新泰怂了怂肩膀 哼 怎么可能呢 连半天还没过去 不过 姑娘却欢天喜地地邀请她的 喂 不喝一杯梅子的糖汁吗 哦 新泰含糊地硬着的时候 树干刷地射出一道魔幻般的光线 从上到下 正好有新泰的身高那么长 新泰被晃得情不自禁地闭上了眼睛 那道光 变得有一根带子那么宽了 怎么会呢 树干只有那里透明了 光就是从那里透出来的 拿着想板的白色的手 刷得从里头伸了出来 像枯枝一样细的两条胳膊 缠住了新泰的身躯 轻而易举地就把它给抱了起来 一眨眼的功夫 就消失到了树里头 那以后 树干又恢复成了原来的样子 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似的 里头又响起了想板的声音 第二天的中午时分 新泰的媳妇来到了这棵玄灵木一带 新泰媳妇穿着干活时穿的裙裤 系着和服的袋子 长长的头发干干净净地扎在脑后 不过脸色却有点发青 这人到底到哪里去了呢 昨天在镇子上打架了 还是喝醉了掉到河里去了 从昨天晚上起 新泰媳妇就这个那个的 竟往坏处响了 甩都甩不开 一个晚上没合眼 等着丈夫的归来 可是天亮了 日头都升起老高了 还不见人影 新泰媳妇这才决定到镇上去找 到新泰卖梅子的市场问一问 也许会知道她的下落 可是 来到玄灵木树这一带的时候 新泰媳妇听到了一个奇妙的声音 咔哒咔哒咔哒 咔哒咔哒咔 新泰媳妇停住脚 朝四下瞅去 紧接着她吃了一惊 玄灵木树下 怎么躺着一顶眼熟的懒帽子 新泰媳妇跑了过去 禁不住叫了起来 新泰 于是 也许是精神作用吧 她好像从什么地方 听到了新泰的笑声 新泰 你在哪里啊 新泰媳妇扯着嗓门叫了起来 在这哟 在这哟 曾紧贴在身后的树里 传来了年轻姑娘 开玩笑时的声音 在那之后 又回荡起了新泰的笑声 响板声震耳欲聋 还有那堕地的不可思议的声音 这一刹那 新泰媳妇的脸都变白了 她被关在树里头了 变成树精的俘虏了 新泰媳妇一个亮枪 当场就蹲了下来 这下可糟透了 不管外面的人怎么呼唤 也夺不回成了树精俘虏的人 新泰媳妇曾经听村里的老人说过 被关到树里的人 会一边跳舞一边朝上面升去 最后变成了在树中流淌着的蓝色树叶 而树叶呢 早晚有一天 也会变成郁郁葱葱的 玄陵木树叶上那闪闪发光的绿色 你真是个傻瓜啊 新泰媳妇敲打着树干 痛切地嘟囔道 她突然觉得新泰就像自己的小儿子一样 她靠在树上 长久地哭了起来 过了有多久呢 草上的树影拉得很长了 黄昏的风 沙沙地摇动着玄陵木的叶子 这时 蹲着的新泰媳妇的耳边 响起了一个小小的声音 把想板夺过来 把想板夺过来 新泰媳妇抬起头 然后 朝四周看了一圈 谁 她问道 又想起了 把想板夺过来的声音 新泰媳妇一看 肩膀上停着一只蜗牛 正一心一意地和自己搭话呢 蜗牛用枯叶滚动一般的声音 轻轻地说 贝 我交给你一个好主意吧 因为我已经在这里住了很久了 这棵树的事情 大部分都知道 我看你太悲伤了 就借给你一点智慧吧 你要是想救你丈夫 就要把树精的想板夺过来 因为想板就是树精的命 就和心脏一样 没有了他 树精就会死去 那样的话 你丈夫就能安然无恙地回来了 安然无恙 新泰媳妇沉思着重复了一句 然后 轻轻地晃了晃头 可是 怎么才能把树里的东西夺回来呢 蜗牛说 当太阳落山 月亮升起来的时候 树皮有那么一瞬间是透明的 里头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那时候 你瞄准了 把想板打掉 那样的话 树精就会死了 不过 可不要连你也成了想板的俘虏呀 那声音 有一种可怕的魅力呀 新泰媳妇点点头 屏住呼吸 等待着太阳落山 这种可怕的魅力呀 就会让你继续 让你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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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